7月11日,首批移动储能电站在海南铁路跨海列车上线使用 该移动储能电站的使用相当于为穷州海峡跨海列车安装一个大型充电宝 解决列车在跨海渡轮停电作业时,车厢内温度过高的难题 让旅客乘车体验更舒适 跨海列车最大特点就是列车乘船过海 列车在进出岛过程中需要先在两岸对列车进行分解编组作业 在此过程中,多个环节无法带电作业 车厢将有半个多小时无法通电,用不上空调 在夏季,车厢内最高温度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极大影响旅客的乘车体验 在海口站始发的旅客列车和到达的旅客列车有它的特殊性 区别于普通车站的是,在车站到码头这一段距离 是通过吊车作业的方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是没有电的 那么储能电站投入使用以后 我们在吊车作业过程中也能够给旅客列车进行正常的供电 保证车上的空调可以正常使用 为旅客提供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在当天海口开往河南新乡的跨海列车上 旅客和列车工作人员体验到了大型充电宝带来的清凉 以前我们的列车在渡海分解列车的过程中是没有空调的 车内闷热,列车温度能够达到40度 再加上车内旅客比较多,旅客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极大的也影响到旅客的出行乘车的体验度 现在我们的列车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后 车内温度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现在就是达到了25度这个标准 车内空气就是流通呀 包括温度呀都是特别符合的 原来是比较热 没有充电跑的时候你要推车 今天感觉到有特别凉爽了 原来感觉到从站上推到这里 做一条半个小时 现在就感觉到干热闷热心情也不好 现在我觉得这个人家今天也没汗 也没事像满头大汗一样 现在也感觉到凉爽清爽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该设备设计容量为645千瓦时 输出功率达400千瓦 充满一次电可满足3-4趟跨海列车空调运行的需求 同时在设计上也达到了较高的安全标准 现在它用了一个电磁火化技术 可以让电磁在基本的温度下 它是能够通过内阻的方法进行一个激活 如果是说这个温度再往上走的话 我们有八匹的空调再给它降温 再往上走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全服以同的那个气体给它进行灭火 然后整个这个移动储能电站距离这个车厢是很远的 很远的 如果是说着火的时候 后来是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大家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撤离的 据了解 首批投入使用的移动储能电站共有6台 分别储备在穷州海峡两岸的铁路南港和北港 使用初期先满足出岛过海列车 以及白天进岛列车编组作业供电 后续将进一步推广至更多进出岛列车上